新冠疫情是持续的延烧 不仅全中运延半 也连带影响到民众的出游意愿 全花莲的旅宿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 让原本将近有七成的住房率 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三成 澎湖花火节迈入20周年 尽管疫情持续延烧 16号预演照常举行 下午采接游行吸引大批人潮 游行活动热闹滚滚 部分表演团体连口罩都没戴 看来疫情丝毫没有减少 民众参与花火节的热度 但后山花莲大街上 到处都是空荡荡 原来花莲被疫情中心 列为高风险区 不但游客止步 连原本要举办的全中运 也都被迫延期 从花莲被宣布为高风险区之后 当天不管是散客或是团体 其实都非常多来电询问 是否能够延期入住 那目前这个影响 高达五成左右的团体 其实都选择了做改期的入住 团客改期散客退房 让原本订房率不到八成的 花莲饭店商旅 目前入住率滑落到三成左右 观光旺季入住率创新低 花莲旅游业者只能咬牙苦撑 受到花莲地区疫情影响 台东的旅游业者也担心 会跟着出现退订潮 目前我们在各个团体的确认当中 都有少部分的房间做一些减少 那目前的话也有很多的客人 打电话来饭店这边询问相关的一些状况 本土疫情不断升高 疫情中心宣布参加旅行团的成年人 都必须打过三剂疫苗 又让旅游业者雪上加霜 造成花冬饭店住房率 不仅五六月份锐减 连七八月份的旅行团订房率 也跟着开始下降 记者综合报道